接下来这组嘉宾非常值得期待了 下面这组嘉宾是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国家一锦园牛笨和青年演员李 李一峰 欢迎二位 欢迎 那青年演员李一峰 领先主演的电视剧隐秘而伟大受到广泛关注 收视率稳居同一时段第一并持续攀升 口碑热度双丰收 另一部作品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 也即将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牛笨老师他的一生当中可以说 为我们大家塑造了太多经典的影视剧的形象了 他也始终是我们中国影坛的长青堂 今年牛笨老师告诉各位已经是有85岁了 但是大家觉得他像不像85岁了 不像 依然是这么的精神爽朗 我们也祝愿这位长青树青春常赛健康快乐 来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媒体留一些拍照的时间 今天两位的搭档也是非常的有趣 牛笨老师非常的绅士 向我们各位到场的媒体和我们现场粉丝 军旅宫表示谢意 今天一方真的非常的帅气 好请我们两位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二位 来今天咱们易峰的粉丝在哪里 你们的名牌在哪里 来我们的熊猫宝宝把两位老师带过来我们的采访区 谢谢 欢迎牛笨老师 欢迎李一峰老师 来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 欢迎牛笨老师 牛笨老师您好 来我扶您一下 扶您一下 哎呀 哎呀牛笨老师非常的关心主持啊 冻得冰凉 来牛笨老师先给大家打成招呼好吗 成都的朋友们 观众们 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好 好 那李一峰 您继续您 继续您 继续 我我是不大多的机会来成都 但是我感觉成都人特别热情 后来我一打听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们这是生长在天府之国 是吧 您身边这一位也是成都人呢 天府之国这里都除了古族 就是少爷 就是 你们非常的热情 我们被你们融化了 来李一峰给大家打成招呼好不好 回到家乡了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李一峰 那李一峰今天回到家乡了 能对我们现场的粉丝 有些什么想说的吗 冻着你们了 非常的暖心 害怕大家的受冻了 好 那李一峰呢 今天也是非常祝贺你跟牛门老师一起 共同入围我们的换员名单了 那么接下来 给我们大家能不能套路一下 在接下来还有没有些什么新的影视剧作品 要和大家见面 很快有 号手就位会上了 然后 以命而伟大 其实在中央八还没有播完 大家也可以继续看 然后明年有一个镜 然后我现在也在选其他的好的剧本 好 我们也希望一峰能够有更多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和我们大家见面 好吗 你们期待吗 大点声 好的 谢谢两位 请不如到我们的主会场休息 谢谢